演技人好友兼好搭档周杰伦当起导演 拍出一部接一部的大红作品 身为周董御用此日的方文山也不甘寂寞 首度展示导演才能 9月16日写新片《听见下雨》的声音集 剧中主角韩宇杰 魏如云等一同现身 在北京的记者会上和韩宇杰大秀情迹 这次就换魏如云开金嗓映的现场一片喝彩 想起你用春 你说爱情 幸福也可以 很安静 我付出一件 很小心 而跨界当起导演的方文山 虽然才华横溢 创作完全不是问题 却被人山人海德拍摄现场 及繁补的后期工作男主 但他可不是无从下手 而是太羞涩 影像创作很辛苦 可是很热闹 因为像我比较低调 然后关在办公室里面写歌词 然后最多就写好发译没有给人家而已 有时候连沟通都是用APP 连电话都不用打 可是拍电影我要跟剧组沟通 协商 然后跟演员聊剧情 然后后制还要剪接 还要配乐 还要调光 我都觉得 就会变比较开朗 我觉得 那如果说写词的话 如果说一样是感情的事情 到底要怎么样写 怎么样去形容会比较好 结果我一直好烦恼 因为我觉得我最近写歌 好像遇到瓶颈了 刚刚进入大学主修电影电视的 徐亚涵 小小年纪 就谋求全方位发展 虽然离当大导演 还有距离 他却已经着手准备自己的首部 为电影 You Love 自编自导 自演实力 震惊四座 在过不久 我要拍一部 为电影 那这个说是导演 我觉得也不太算 就是先开始尝试写编剧 看来拥有华人第一美少女 称好的她 还不满意 华人第一全能少女 才是她的目标呢 东星娱乐整理报道